大家歡迎來到動漫廢物 我們剛才在討論食物的問題 即是咳應該可以吃東西 不要緊的 其實剛才我聽過大家說 對我來說的優柔故事其實是不吸引的 好像夏木輩也說過他技時音太強 你會發現他大部分頭半部都是勾打的 去到尾半部都是勾打的 他的意思是去到頭半部你會發覺他是勾打 去到尾半部你會知道他依然是勾打 剛才大家說過幾個很受歡迎的人物的角色 特別是左馬行非應 我自己是普通的 又不是說不好的 我反而覺得優柔 因為如果他只有那堆角色 他只是一部比較普通成功的商業作品 我覺得他現在的評價更高的原因 是因為那幾個奸角 特別是所謂中間的暗黑武術大會 其實都是勾打出來的故事 但是整個故事好了是因為富裕女帝 而之後的情況都是持續的 例如鮮水 鮮水忍 例如魔界三大勢力的驅王傳 和雷閃 你看到富堅他很懂得把一些偏激個性的奸角 拿出來的 甚至乎他成功的就是你不會覺得那人應該叫奸角 不論是富裕女帝 仙水 或者是魔界那三個人 你是 怎麼說 他不是傳統那些 好像 哈哈哈哈 好像龍江那樣 哈哈哈哈 龍芳 龍芳 你會看到他每個角都有自己的個性 其實有些算是反派 不可以叫奸角 其實他們自己的想法 不過跟主角 剛巧就對立了 其實他也不是什麼奸角 也不是做什麼新年代的事情 或者這樣說 反派來說 他們那種個性也很特別 在那幫人裡面 例如富裕女帝 初頭就很肌肉地打 但是到中後段開始 他的故事出來 就會覺得 其實這傢伙都 有情有義的朋友 他那些朋友就死了 因為他跟橫海和朋友去打 剛剛沒有出大會 然後輸了給這傢伙 被妖怪殺了那些隊友 死了他和橫海 然後在那一刻他就發覺 原來強是這麼重要的 朋友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就不斷逼自己變強 之後才變成肌肉腦 他和橫海在這 橫海就覺得 你是可以變強 但是你不需要放棄你身邊的同伴 而滬如女就覺得 只要有自己就足夠了 他那一點是因為他接受了魔界的 可以說是一個誘惑 他拿到魔界的力量之後 可以控制自己的肌肉 他哥哥可以把細胞黏著人 而橫海和他最大的對決就是 你是為了力量 是否要放棄人性 放棄自己的地步 即是你所付出的東西 你值不值得 其實橫海也有 其實橫海也有 我忘了說 橫海在那一刻 其實橫海也有 這個邀請 但這裡是兩個分別 即是保持青春 以及跟著他去 就可以保持青春 你的青春 其實橫海也有這個機會 但橫海說 我寧願就是老 我不會為了力量 或是得到青春 而放棄自己 即是加入魔界的選擇 我想《惡與女帝》 對於我來說 最震驚的是 她那個 超100% 我覺得附近很有趣 我們平時一般理解 勁就勁 100%就是100% 這是極限 還有她的肌肉的誇張 再加上她的不足 我覺得去到暗黑木道大會後段 其實她的不足已經很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看到《惡與女帝》的120% 其實我覺得她當時的造型很帥 對我來說 《惡與女帝》的最超級是她 不是她打或是100% 而是她的結局 她最後收靚了皮 未來喝去名界 然後《惡與夢》 《惡與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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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如何如何要折磨一萬年 再折磨一萬年 然後她變回普通人 穿著他那套西裝外套 還在等著他 他說我知道你一定會選這套路 你覺得他整個人是很帥的 反而我記得好心的是這一段 我覺得附堅他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寫一些反派是很搓的 是 是搓得很厲害的那一套 例如和之後的天水 其實你看到整本一流百書是看到很多亨特前影子 例如他記不記得有一段說他去做幻海徒弟 幻海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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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附堅來看他的作品 就更有幻 nered 他有一種善惡的界線都沒有畫得很清 例如蒜水就是那種人 蒜水就是以前他ility 是極端的好人 然後 Scientists看他人類如此邪惡 從其他人خ 然後完全去到另一邊 再去殺回人類 其實就算是幽座也沒有反駁他什麼 因為幽座知道 其實因為先上的東西是無法反駁的 你們所說的邪惡是你們的角度去說 在妖怪來說 你們何須不是一群邪惡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可能會拉一點點去後面的主題 其實《幽遊白書》以少年媽媽來說 他是有些靈略的 如果我們說近這十多年 最能夠帶出這種概念的當然是《Death Note》 它是有些倒毀了《Jump》系列的一種善惡分明的界線 但其實《Death Note》是批判《夜神月》的 因為《夜神月》是說得更厲害 這個確實 它的確陷入到最後也有這樣的界線 但在前段 尤其是《Ello》跟他鬥的時候 其實中間是有辯論的 雖然他有批判《夜神月》 但《夜神月》始終是主角 他有這種意識在裡面 但在1990年或1991年這個年代 其實這種概念在少年媽媽來說 都會顛覆 因為當時你想想 龍珠 或《City Hunter》 或《星馳》 這些都是意願論的 善就是善的 做好人的 壞的就是做壞的 而《幽油白書》是給我們當年一班小孩 第一部漫畫是去思考 究竟不同的觀點 什麼叫善惡 因為就算去到後來 邱佐 最後打到地獄打 最後那場的時候 他都在說這件事 妖怪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妖怪 都會探討善惡的地方 還有 剛才Tim說 仙水的角色就是最淡討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 因為《霞雪》裡面絕大部份的角色 無論你是所謂的奸割 或者主角 你是不會有誰特別討厭 就算去到仙水 魔界那三對巨頭 或者之前他們說的那些 沒有一個角色 你會覺得這個壞蛋來的 沒有一個絕對的壞人 你不會覺得有一種很反感的感覺 其實所謂的正反派 只不過大家是站在不同的層面 在看那件事 其實是沒有對錯可言的 而且你會看到他很多時候 說妖怪是要吃人的意思 是啊 是的 他在《雷蟬》那裡有說到 她天性是要吃人 那 雷蟬就試一下不吃 但是 她試了500年 她掛了 因為營養不良 我始終吃過那條女孩之後 我已經再沒有心情去吃其他女孩 所以鵝臉不吃 不吃女孩而已 菊子會吃的 找人試一下 我不知道 菊580年 但是其實她打完魔界的同一戰之後 其實之後 她們都沒有吃人的 說到 說她們跌落魔界的話 會有人送你回去兩間界 有些巡邏隊 整個都有改變 但是 她是在《鮮水》的位置 她成功地把兩條線抹得很模糊 然後讓你自己去Defin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這點是頗有趣的 而且《鮮水》本身的角色設計也頗特別 因為開始《鮮水》她去的時候 她們要憑七個人的力量打開魔界之門 剛好她們就找到一群二能者 打到最後 只剩下《鮮水》 基本上剩下《鮮水》跟阿樹兩個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鮮水》一直都沒有想過要跟其他人合作 其實那七個人就是她自己 因為她是一個有人格分裂的人 她本身就是有七個性格的人 而原來一直看到 即休族她們面對那個不是《鮮水忍》 而是她其中一個人格叫《鮮水神》 然後打了很大輪之後才無端變成《鮮水忍》出來 我很欣賞她那件事 漫畫我不是很記得 動畫那件事就是她本身是用阿神和邱座打 然後阿神不夠打之後就變成另一個人格 有幾間車那個 就叫一也 一也都不夠打 然後她無端的一下打開了邱座之後 隔起臉就變成了忍 然後那一下你在動畫看的話 她的樣子跟之前那兩個樣子是很不同的 是真的有種仙氣在那裡的 你是覺得這傢伙是很神傑 他做的事是他真的認為是對的 而且是有他自己的理念在那裡 但是他做完這件事之後 可能會令到這個世界毀滅 然後他最困難的就是因為他是有這個聖光器 是有S級妖怪的能力 打開他也沒人能打贏 他也是有這種困難的角色 所以我認為天水是很吸引的 還有另一個我很喜歡的角色 就是《魔戒三》 其實我覺得《魔戒同一篇》是浪費了 你見他本身是想做一個 我覺得他最初是想做一個三角鼎立的故事 但是最後變成格鬥大會還要爛尾 我覺得三條忍仰都有個性 我特別喜歡黃 你喜歡還是忍仰 你喜歡忍仰 黃泉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收拾 邱座去了雷纖那邊 鎚馬去了黃泉那邊 鎚又和阿菲瑩 因為本身繞湖鎚馬和雷纖 年輕的時候 黃泉和鎚馬是夥伴 總之他搞了很多事 最後發現當年 弄黃泉那條人就是鎚馬派他 然後黃泉說話很有趣 那又沒辦法 那我那時候的性格鬥大 你怕別人殺我 理想當然 不過你不是離開吧 我聽說那些中年夫妻去飛機旅行的時候 很容易出意外 那你兇他 而最好笑的是 最後是鎚馬吃了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那條人打算兇他 怎料兇不到 然後鎚馬也說 其實黃泉兇人是不用俗人的 然後黃泉在聽說話說得好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有那種 超雄的那種 那不是那麼接近的 他不是那種 而是那種超雄的感覺 在慢慢滲出來 我很喜歡黃泉的角色 而且你會馬上聯想到當年黃泉 其實就是跟鎚馬賺吃的 現在黃泉過了五百年的時候 已經變成了一個國家的三巨頭之一 他有這種霸氣 其實可以影襯 其實鎚馬也是當年一個大謠 其實鎚馬本身是兇殘很多的 因為他是不完全衝動的 所以搞他 他怕他會壞他的大使 然後他竟然會打輸給這個靈界職業拔工隊 然後下了人間 因為他受到他母愛的感染 所以他才變成現在那麼善 即他是受到男野獸一的性格的影響 他應該說是男野獸一 是男野獸一的影響 所以他才變成那麼和善 所以反而面對五百年之後的黃泉的時候 他反而是比下去 即是各個位置是調轉了 例如還有鎚他很少形容的初途 最後他跟菲映 因為說過故事就是完結的時候 菲映和菲映做了巡邏隊 說回他們的往事 你會發覺 你會覺得他的角色設定很變態 因為說他是有個 仆街變態的爸爸把他改造成性玩具 然後又 但是他又報不到仇 因為他爸爸把卡拉吉煮到他的腦裡 他每次想報仇的時候那些幻覺都會走出來 然後菲映很糟糕 他捉了他 捉了他的老爸 然後叫他撞一下 給魔界花種子 變成一部釣魚的條命 你喜歡怎樣玩?怎樣玩? 跟阿菲說 怎麼都不會死的 差點沒天我去做 他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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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但是在這個位置 漫畫和動畫的分別是挺大的 因為動畫其實是比較光明一點 動畫是說其實鞋區是一個奴隸 然後他偷走了出來 然後他手被人綁住 其實就說鞋區那麼厲害 他可以弄壞了架鎖 但因為鞋區他從奴隸的身份逃走出來之後 他覺得自己要憑自己的力量去求生 所以他一直沒有弄壞過手球 而最後那場雖然菲映的黑龍波被鞋區 在中間抹斷了整條路 但其實菲映的黑龍波就是打爛了鞋區的手球 然後菲映就跟鞋區說 你沒有了手球 你解放了 你做回一個女人應該要做的事 然後在動畫說回他們做巡邏隊那段 但是朋友再見到鞋區的時候 其實鞋區已經是多了一份女人味 動畫和漫畫出了兩個不同的感覺 挺有趣的 反而可能因為雷善要死 當然他的故事也很有型 就是因為上一條女人之後就不吃飲 五百年餓死了 但是雷善 因為可能是傅堅那些畫工 你看見他有一段發狂的那段都很有型 叫雷善的那個勢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優柔是一本 或者傅堅是一個很深描寫一些 另類反派的人 即是團長和那個藝王 都是反派 但他是很吸引 說實話 筆索家就是出了一隻玩具 很有趣 而是一隻發光 因為他就是看中了小剛 然後就打陰影 他是興奮 然後有bubble 對呀 跟著他 對呀 向上升了的對話 漫畫才能做到 對呀 我想如果你想逐個分享 當然幾集都不夠 但是我們選了幾個有趣的角色 其實我們剛才有提到 《優柔白書》 如果Hunter就是《優柔白書》的完成版 其實他這裏都可以看到傅堅的成長 或者推變的過程 因為他已經進度了 SUNNY和阿森榮是以前一直都有看過的書 有啊 他以前的作品的風格是怎樣 以前作品的風格 因為我自己看的那本是《我愛上了惡魔》 還是《我愛上了魔鬼》 其實是一個人和惡魔的 就是一個愛情故事搞笑 不是很大特別 但跨越人和惡魔的種族 就是小品的東西 之後那裏不是狼人我愛你 都是那類的 都是愛情小品 他自己因為喜歡玩那些少少靈革的東西 妖怪的東西 所以他一直畫書 所以他也說 我開始打算畫《靈界偵探》 頭兩期的 但後來就變成打書 又只不過我後來就紅了 不好意思 對 無緣無故打機無緣無故紅了 我畫都紅 對 後來他直接說 我好痛苦 我不想那麼紅 你不要讓我畫 所以這也牽涉到剛才所說的問題 其實他17期就打完《仙術忍》 18、19期就是打《魔界統一戰》 你真的想不到兩期完結了 所以這裏也會問一個問題 其實算不算是爛尾 當然是爛尾 這個尾 這樣也不算爛尾 我真的想不到這個世上的爛尾 他本身已經不是很具組織的故事 然後又不斷在轉 他一直畫到邊想到邊 你很明顯 我覺得他是被編室迫的 我覺得這樣算不算爛尾 其實他不斷在轉 其實每一輯都爛尾 我覺得爛尾是一個可以這樣說 但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其實他是扔筆 我就是不畫 這個當然 因為《一流白書》其實是暗黑 舞蹈大會篇之後就開始紅起上來 所以《天水篇》的有趣 亦都令到作品再進一步爆發 用怎樣為難不難味 我自己覺得就是 因為你原本是有框架 你的故事是大家會有期待 他的難味就是 我裝高潮 我無論如何都會想到你幾個傢伙 打武術大會 打武術大會很好看 你們幾場看 原來真是想不到八屆成為第一個叫龍珠的人 然後原諒了我的故事 龍珠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你會不會有人說藍衣當然會 你有一個目標 正如為何我會覺得一直到今天都好 我仍然覺得《Slam Down》是有辜負我的期望 因為你是有期望 你看到那個佈局是怎樣的 我對他沒什麼期望 我對他沒什麼期望 我覺得問題是在於 我都承認Slam Down有腰斬的感覺 但我未知會說他爛尾是怎樣的 雖然阿正雄言好明顯和習英斯的編輯部是不太適合 但他是很努力地盡量完善結局 例如你看到他都花了很多心思去對山王那場 而言論是打了 接著完 我挑你了 他有告訴你我們是有打到的 不過因為走線的關係 被煙鬼贏了 現在我看《都市眼情》 大王就跟李錦斷說 因為現在的關係我主要結局給你看 他不是走線 因為他是用文字交代 動畫是好笑因為動畫有打到的 他用文字交代 因為王泉和邱佐打 就被邱佐打殘了 他打贏了邱佐 但是被邱佐打殘了 所以之後那一陣子就打了 鞋区和菲英打完 就被菲英解放了他的內心 他覺得沒有必要爭霸 所以他在決賽就輸了給煙鬼 他是有用文字去解釋 但是因為他和文字 你看到你打了這麼多人 王泉的舊朋友無緣無故十幾個出生 有王泉和邱鞋区 然後邱佐他們的那群人 然後阿鎮和那群人全部都走出來 然後無緣無故的 一個八頁 然後叫他打完 所以我覺得 魔界同一篇對我來說是難尾 但是如果你說整套 英雄法書就是難尾 因為十九期和魔界同一篇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又變回一些很單元式的跳躍 最後是靈界被靈界特工隊 他那些是後日談 他告訴你打完這場之後 魔界會變成怎樣 邱佐他們那幾個人之後的生活是怎樣 我會這樣說 我一直都覺得 漫畫家應該有某部份的責任 例如你應該和你的讀者交代 你寫一本書的時候 你可以說你身體不好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優漢 或者你直接在早期的時候 咬牙齒 和編輯說我真的說不成功了 而不是這樣 附近怎樣可以完成 匯語女第的122%優漢呢 這就是他進步了的地方 如果我們現在這樣說 優柔白書 他用懶尾 他都叫做完結了故事 但現在他120% 他已經完成了 我一整年52期 是沒有畫過我任何故事 我只會這樣說 我覺得附近最成功 就不是他讀故事多厲害 而是他懂得教育到讀者去體諒他 我跟你說 這麼像某一個政治組織 是 最重要是體諒我 是 你試試其他的漫畫家 如果像他這樣做 就被人吊到狗彩 是他做 那些粉絲就說不是 沒辦法 他被人吊 他不是 他不是 但他的粉絲沒有所謂 那一刻 不是 是粉絲一直照 一直看 體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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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繼續追 附近的書迷 全部都是M 是墮M 不是 即是我和你 我很墮 我都很體諒他 他老寶都賣了理由出來 不是 病 偷女 不是 度巧 不要 不要 我聽到有其他 現外的音 我聽到有對象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那些粉絲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不過我想說 他雖然是藍尾 雖然我覺得沒有藍不藍尾可言 這故事都是散修修 這故事就是附近的教育 但是 他尾段 其實我這樣說 畫面的富堅風格 走了出來 其實我喜歡優柔的畫 比亨特的畫 他那個 他的味道 流白 那些位 當然現在太過份了 但是那時候的流白 是黑得很全的 那些是白 不是全黑 不是白 他的美感是走了出來 而且他畫妖怪 身體的質感 是越來越漂亮的 我是欣賞的 而且他的爛尾 因為我對這套本身是沒有期望的 亦都沒有特別喜歡的 所以他的爛尾我是不會生氣的 反而他的爛尾我會覺得挺過癮的 其實我也是這樣 我反而第十九期 我有個很奇怪的感覺 因為我小時候是先看卡通片 然後出來讀中學 有寧容錢買一套漫畫回來 終於看到漫畫的結局是這樣 我開始看完第十九期 我結果漫畫的結局很差 都是卡通片好一點 直到我之後看了Lv.E 我發現 附堅玩這些東西才是他的重點 然後我就回去再看十九期 當我看了十九期的時候 我就看著 你快一點 我真的覺得Lv.E很好看 原來 我在十九期的Lv.E的故事裡面 是看到Lv.E的影子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其實Lv.E你們曾經說過 Lv.E就是附堅想畫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Lv.E的影子在最後 他就是故意弄成這樣 然後就變成這樣 我怕了你 你正正的畫一套你想畫的東西 你不要拿Lv.E的影子來弄 他當時有一個訪問 其實有做到的 他就說 其實有兩次在優柔連座的過程 就是很痛苦 第一次是在畫邱佐對卓的那一場 因為採稿太多 所以他就說 那次就令到他的身體已經受傷了 第二次是在仙水對邱佐那一場 他甚至乎會畫到嘔 所以很想快點把一喉白書圓了 因為我看過另一篇文章 其實因為附堅二博 他不是很利用助手的 所以他畫很多都是靠自己畫 例如剛才說一些劉白衛 你某程度上可以解釋為 他真的做不到那麼多助手要做的東西 所以他就會畫出一個這樣的味道 後來Hunter的時候 大家都說 你不是交草稿 其實如果你看到他連載和單行本 他的單行本是畫得漂亮很多 其實他的畫功是有在那裡 但我不知道是否他自己的漫畫 是堅持 他不用助手 所以整年都可以不出 但他在最後書修結的台詞 其實就是對編輯的《月的控訴》 你們不要再煩我了 你們要找其他敵人 不要搞糕我 我死了 就算我死了 我都不想去靈界 連屍體也不會給你的 我們自己都會生病 人的靈魂我不會交給你的 現在我和他們倆靜靜撥下去 我們已經守舊了 那他保護的應該是無奈直子 當然是不會的 應該是保護那些遊戲機 困了無奈直子 事實上他也有很多想休息的時間 但你看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這種藝術風格是甚麼 但你肯定看到有些肯定是狗斜的 例如不畫眼耳口鼻 不畫圖是草得不得了 或是只有一個人的外線 那些肯定是想快點出現 但我猜我們所有人都明白 《漫畫家》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但達成100% 這些就已經不是 但你只是想不做 他已經不是 你不斷畫你就不斷畫 你不斷畫就不斷畫 你已經是不斷畫 簡單來說 但在整個轉捷過程中 我想其中有一個地方 雖然有時候很難說 你覺得很精彩 但當你看到一個更厲害的強者 你會覺得那段都不過意 而那段是四次元大屋 我覺得那段玩巧 其實當時看起來很厲害 因為當時我還沒有看Jojo 但當你看完Jojo的時候 你覺得 你也有很多參考 我又不敢說你很多參考 大家同一間公司 概念是在那裡 當然他玩的小巧是他自己 但概念是很好的 你可以說他都挺有趣 但當你看完整套Jojo的時候 人家每一場都是這樣玩 你偶爾玩一場 你這樣比是沒有得比 你拿兩套東西 這樣正面比較 就真的完全沒有得比 但如果只抽那一段仔 你會覺得你想模仿 但心度不夠 未去到這麼精巧 因為他那段都像Jojo三 裡面打遊戲那段 打遊戲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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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兩段 知道 即是說兩兄弟 一搭比兄弟那段 其實本來是覺得很好看的 在大屋裡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 不敢說話 越說話越少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因為有別於一般的戰鬥橋 即是這麼大 但你到頭來都只不過是 如來不走斷中的一點 即是那隻猴子 即是走不出 我想玩招式很難贏得過 贏不到都中 真的很難贏 要跟這個方法比 但你看到他一直的過程 譬如他很喜歡打遊戲 這些概念放下去 當然Level 2 見得更多 然後整個淡藍之島 變成一樣 很多內容都是看到 阿富堅在優柔裡 嘗試加入他自己的興趣 其他作品的一些概念放下去 與其說 他畫中間中轉的狗打 其實你會看到他不是真的 你現在比較長一點 看Level 2 看Hunter 其實他不是真的 那麼喜歡畫狗打 但他喜歡畫什麼呢 就是喜歡畫一些 他的暴力 他有他的暴力美學 會有一些肌肉或者很噁心 通常會畫得很噁心的怪物 但他會有他的美感 還有一些比較殘忍的畫面 或是一個概念 在優柔裡面慢慢滲出來 就是殺人畫面 可能中間分開兩段 其實好像很尋常 他不會太強調的 但這是他的暴力美學 另外我想說一說 就是動畫和漫畫 因為我自己看動畫 就真的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看了五十次 五十次以上 其實應該是 因為小時候錄起了 鞋子 沒有人看 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一六八書》 因為我是一個很原作派的人 如果這部影片有動畫 有漫畫 有漫畫 有漫畫出先的話 其實我是偏向看漫畫的人 但《一六八書》 我會比較偏向動畫那邊 因為整個佈局特別是 去到《魔界統一篇》裡面 動畫那邊 它補完很多劇情 而它反而是 撿走了你 最後十九期一些 我會覺得是沙石的東西 變成你整個《一六八書》的動畫 看起來 是舒服一點的 而且 因為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是無線版本 無線在配這套《一六八書》的動畫 真的配得非常之好 一些口頭善、以衛、邁利丹 那些都會繼續流傳下來 大家可能說起來都會記得這些東西 而且它是一些比較口語化 而且配得很地道 你會有個感情在那裡 代入感強很多 對 我覺得這點是挺有趣的 我動畫都沒有看 因為那個時間 不是我再會看電視的時間 你知道我已經很早睡 你知道我 你多數是早上六點開始睡 那時候還會有其他東西 聽到早晨 聽到早晨吧 但我其中一款遊戲 我也有玩過 我也蠻喜歡 《超任》 第三代 因為《超任》出了四個遊戲 第一代和第三代都是那種玩法 指令格鬥 指令格鬥 指令格鬥分為左右兩邊的角色 例如現在我們在看一些對談片 然後兩個人的大頭 你就是靠上下左右出一些指令 然後有個打鬥 另外第二和第四集 就是普通格鬥遊戲 即是一些2D格鬥 兩邊對打 對 拳王的街霸 但是那個系統做得很差 其實是超級不可能 因為桑原是真的很厲害 拿把零件出來喪局 我不同意 我玩第二集的時候 當然桑原也很厲害 但其他角色都很吸引 譬如《幻海》 《幻海》都有三個角色 有老年 有年輕 還有夢面 我覺得他作為格鬥遊戲 是最出的 另外《幻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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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前我們聽到動漫改編的遊戲 就等於垃圾 基本上 其實比較好玩的 經典就是《老珠》的超母鬥傳 以及剛才說《幻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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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很多時候 一聽到動漫改編的遊戲 都會覺得很差 而近年改得比較好 例如性依傳說 不是的 我不敢說 你會看到比較好一點 例如真北斗無雙都說是OK的 是祖祖那一集 祖祖那一集就算了 他整體現在的動漫改編遊戲給人的印象就好了 但問題是一流霸雪 到現在為止 他出的遊戲大部份都是垃圾 很難得 遊戲大部份都很垃圾 Game Boy那一集是OK的 Game Boy那一集是OK的 而超人那集是我玩不足 但我聽到的評價都是漫遊者說的 是嗎?我不同意 當然不可以說是很出世 但超人四集我也有玩過 剛才你所說的四集也沒有玩過 另外我知道世家也推出了一集 世家那一集還是可以偏僻的 不過當時我沒有少打到大家 我完全沒有玩過這隻 那遊戲就只有這隻 但我最想說的是Game Boy那一集出過兩隻 一隻是格鬥一隻是滑坑BG動作 不是 Game Boy那一集不是 Game Boy那一集出過兩隻 很奇怪 因為當時是英雅八書在美國播放 那些洋人終於開始看一盒八書了 所以就出了兩隻Game 那兩隻Game完全是美過口味的 其中一隻是用一個好像GTA的形式去玩的 在地圖上open world你自己亂走而已 但是它是用一個叫做鳥籃式看你頭頂 但它就斜斜的四十五度看下去 變成你打的時候 距離感是錯了的 你明明看著敵人跟你相差三四個身位 但是你按拳折下去扣到他的血 但是敵人就會不會走過來 那隻Game是極度奇怪的 然後我買了那隻Game來玩 玩完看著這隻Game 這隻Game也能出現 接著它再出一隻八書 我繼續買 那隻更奇怪 變了機行大戰 你的角色在地圖上走著走著走著 然後對面的怪跟原作完全沒有關係 是一些它自己原創的妖怪 然後跟你在那裡打 那隻機器用的 Game by 1 極度奇怪的兩隻Game 然後PS2也出過一隻格鬥就有點奇怪 我也是同一隻 對 然後再進去我所知應該是NDS 出過那隻靈界偵探 那隻又是好差 NDS那隻就是剛剛的武術會編 他叫靈界偵探 好像有畫面的那種反應 還有這個Jump All Star裡面的格鬥遊戲 也有優座粉 有優座粉 飛影都有 但是你就會看到 雖然有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套東西 但是當你剛才看到Jump All Star那隻Game 你看到優座出來 你是很興奮的 你覺得嘩 我反而興奮在它加了飛影 因為我很擔心它只有優座參戰 每部作品都好像有兩個 不過一個是參戰角色 一個是支援角色 大約是這樣 它不是很多人可以做戰鬥角色 但是我對優座的感情沒有Sunny和身影深深 可能你們剛才就是那個年紀 每集看50次 當然有感情 是他而已 因為我剛才過了會看動畫的年紀 他剛才是那個時候會看 所以他會很興奮和投入 但是這套作品的確是看到傅堅如何成長 還有真的如何起座 還有其實他到後期 你都看到他如何懶惰 即是他的歐頭已經開始亂來 在各方面的部分都有成長 以及用自己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你們對於一流百書的感想 無論是角色、戰鬥、劇情、諸如此類 今日的動畫法物到此為止 我們下星期也會說一套 有新的但又有經典的東西 記得收聽我們的預告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